是一個什麼 你設計好之後 反正你不要犯錯 不會犯錯 因為很直覺的 OK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其他這個地方都有了 所以相關的東西呢 我們在雲端上面都有 把這個很清楚的 怎麼去包含門號清除 啟動錶單 最後可以把這個錶單做出來的方法 這邊上面都有 有沒有 非常清楚 我幫各位截圖了 所以如果回頭你要把這些做一個複習的話 那你可以把這些按圖所記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而且千萬不要相信你的記憶力 因為你一定會忘記 所以怎麼樣 一定要把它記下來 其實我很多東西也忘記了 但是我回頭一看 其實這裡做給我自己看 我回頭一看 我就知道 上課我要講什麼 我就可以很快的可以 就是到那個 我恢復到我那個 當時上課的大概八成的記憶力 所以我其實我這些出軌這樣 我隨時一定會把它拍照 反正我不管 反正就是寄下一些東西 回頭也許你當時沒辦法馬上看 但是你可以怎麼回頭 一看就可以看到 這個當時 而且有時候很匆忙 像我昨天就回 在飛機上 因為沒有網路 我就看了一下 我就走 因為我走到那個什麼 機面瀑布那邊 然後剛好有個碑文 其實我也沒有很仔細看 我大概就把它拍照下來 因為就走了 在飛機上看 不得了 我看那個時候 大概也是幾百年前的 他們的那個 他們也寫那個七眼的 驅嚴絕劇的詩 寫的可能還比那個 寫的意境非常好 他就寫 那個總共四句 我看一下 這個其實怎麼會是日本寫的呢 這個比中國人還要更中國 而且他們那時候也是 都很多所謂儒者 儒生 就是都是讀古書的 那古書讀什麼書 其實都讀中國書 我看很多他裡面的那個 日文裡面 很多都是文言文 所以其實這也是 就是相通的 那當然就是你要怎麼樣 有些東西可能 暫時記不起來 沒關係 你可以先把它留在一個地方 你可以找得到的 那我現在習慣是 我把它放雲端上 因為現在真的 你沒有 基本上應該 沒有一個地區 好像沒有什麼網路了 就像我這一次 反正出國不外乎 機票 飯店 然後再 就是 網路 所以我就訂這三個 然後就出發了 然後再去當地 有網路了 什麼都好好解決 因為你Google 一找就馬上知道說 你現在在哪裡 然後你要到哪裡 他要把你規劃好 你等一下做什麼車 用什麼車票 花多少錢 多少時間 上面都有了 然後我就想說 那要什麼票 然後就至少一個 悠遊卡 就像台灣一樣 當地它不叫悠遊卡 它叫做 什麼Eco Car 然後我當然也是買了一個 Eco Car 反正就刷 逼逼逼 就過去了 再來就要想說 你要坐哪一種車 他們分得很細 也有像 我們的捷運 但是也有像 我們台鐵 不過我們台鐵就一家 但是他們台鐵 類似台鐵的有很多家 有什麼板旗 板神 就是我們那個 百貨公司一樣的 通貨公司 還有什麼禁鐵 還有JR 很多家 所以他們競爭的 有競爭 真的有差 真的好快 我坐到神戶 大概等於 他在這邊應該坐到 新竹 坐到桃園吧 大概半個小時就坐到了 而且很快 他十分鐘就一搬車 十分鐘就一搬車 然後後來我就找到一個APP 他有時刻表 然後幾點幾分 欸 就 就去那邊坐 真的就是時間 然後呢 幾點幾分到哪一站喔 我還在旁邊看一下 我就故意坐到 第一個車廂 這個車展的後面喔 我要把它拍照下來 這一站到下一站三分鐘 我從三分鐘剛好錄影喔 從頭錄到尾 到站 看 哇賽 欸 三分鐘整欸 一秒不差 哇 我現在覺得 這個 不過真的也是很佩服啦 但是 也覺得他們生活應該會過得很 這個 這樣過生活 欸 什麼時間做什麼事情 什麼時間做什麼事情 分秒不差 所以 你可以感覺日本人拘謹啦 不過也值得佩服啦 在做事情 做成這樣子的話 但也沒有什麼好挑剔的了 OK 不過也真的還蠻有趣的 所以我就買 我就網路上做功課 有人推薦說什麼 有套票啊 真的很便宜喔 一張票喔 無限制作 他就是賣500塊日幣 不過他日幣大概 差不多100出頭啊 因為我大概 呃 乘0.3啊 大概150塊好了 150塊喔 你可以神戶 大 大 吧